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要是学习描述相关的方法散布图 其中有分成四个部分 第一个 要认识统计相关的历史与生活上的应用 第二 了解散布图的意义与绘制 第三 了解散布图的解读 第四 了解正相关、负相关的意义 问题二 适量的饮用葡萄酒可以预防心脏病吗? 下表是十个已开发国家一年葡萄酒的消耗量 它的定义是平均每人从喝葡萄酒所摄取的酒精量 单位是公升 以及一年中因心脏病的死亡率 它的定义是每十万人死亡的人数 请同学看一下这个表格 好 接下来老师给同学第一个任务 请同学找出葡萄酒消耗量高于平均数 而心脏病死亡率低于平均数的国家 当然另外一个任务就是葡萄酒消耗量低于平均数 而心脏病死亡率高于平均数的国家 把这两件事情找出来 那这样首先我们就必须要先求出葡萄酒的消耗量的平均数 我们可以算出来是3.49公升 而心脏病的死亡率的平均数 我们可以算出来是186.2人 算出平均数以后 我们将每一个国家的数据与平均数做比较 我们就可以得到葡萄酒消耗量高于平均数 心脏病死亡率低于平均数的国家 有奥地利、法国、意大利 所以我们看到有3个国家 满足葡萄酒消耗量高于平均数 而心脏病死亡率低于平均数 这样的条件 接着我们再来看葡萄酒消耗量低于平均数 而心脏病的死亡率却高于平均数的国家有哪一些呢 有澳洲、加拿大、丹麦、荷兰、爱尔兰 所以我们这边发现有5个国家满足这样的条件 最后我们由任务一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 我们可以看到 大致而言葡萄酒消耗量高于平均数的国家 它的心脏病的死亡率多半倾向低于平均数 或是说葡萄酒消耗量低于平均数的国家 他们的心脏病死亡率多半倾向高于平均数 不过老实说 我们研究的关注的焦点是趋势 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会符合上述的规则 例如荷兰、比利时就并不符合上述的规则 第二个任务 老师还是要请同学画出散步图 还记得怎么画吗 第一个我们就是要建立点的坐标 如果我们将每一个国家葡萄酒的消耗量就当作X坐标 心脏病的死亡率就当作Y坐标 然后我们用速对XY的方式来表示 把它看作是一个点的坐标 例如澳洲的葡萄酒消耗量是2.5公升 心脏病的死亡率是211人 那我们就把它计成数对2.5、211 有了这十个点坐标以后 我们就可以把它标示在坐标平面上对应的位置 就可以得到葡萄酒消耗量与心脏病死亡率的散步图 如右图所示 接下来我们进行散步图的分析 我们用前面学过的方法 在散步图中 加画两条互相垂直的平均线 X等于3.49 还有Y等于186.2 这样的话呢 可以将全图分成四个向线 我们观察到资料点 大部分都会落在 第二跟第四向线 好 从问题二 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 不管是从数据的分析 比较 或是从散步图的观察解读 我们都可以发现 当葡萄酒的消耗量高于平均时 心脏病的死亡率倾向低于平均 或是葡萄酒的消耗量低于平均的时候 心脏病的死亡率倾向高于平均 所以我们说葡萄酒的消耗量 与心脏病的死亡率 与心脏病的死亡率变动的趋势大致相反 此时它的散步图大致会从左上往右下倾斜 这种关系 我们就称为葡萄酒的消耗量 与心脏病的死亡率是负相关 各位同学 根据问题一与问题二 我们可以导出以下两个重要的概念 一散步图的意义 二 正相关与负相关的意义 请同学听老师来做阐述 首先我们来谈散步图 如果两个变数xy的n比资料 我们用数对的方式 x1 y1 x2 y2到xnyn 把它视为一个点 把它表示出来 然后将它们画在xy的坐标平面上 以表明资料的分布情形 这样的图形我们就称为散步图 从散步图里面 我们可以观察资料分布的整体形态 与相关的情形 如右图所示 接着老师要教同学散步图绘制的步骤 如果我们已经收集到 两个变数的n比资料 第一个步骤呢 我们必须先画两条互相垂直的纵横轴 横轴为x轴 纵轴为y轴 用于代表两个不同的变数 第二个步骤 我们要斟酌两个变量的范围 选定纵横轴的最小值 最大值 以及刻度间距 注意 纵横轴的刻度不一定要相同 如右图 x轴的间距是20 y轴的间距只有10 这样也是没有关系的 好 只要使变数的资料 能够适当地汇入在图形内就可以了 第三个步骤 将每一对数值 xiyi 看作坐标上的一个点 在坐标平面上描出各点 对应的位置 所得的图形就是散布图楼 各位同学 学到这里 不知道同学有没有问题 有同学问老师 老师 x轴 y轴 到底应该代表哪一个变数呢 我是这样回答的 在某些案例里面 我们可能会觉得 一个变数的值 会取决于另外一个变数 如果是这样的情形 我们就称前面的第一个变数 为反应变数 而且将反应变数 划在y轴上 那第二个变数呢 就为解释变数 我们会把它划在x轴上 例如问题二中 我们想用葡萄酒的消耗量 来解释心脏病的死亡率 那么心脏病的死亡率 就是反应变数 我们就把它划在y轴上 各位同学 如果我们只考虑 两个变数彼此的关联 而不去管 是否一个变数的值 会取决于另外一个变数 那么 会以y轴的变数值 便可以任意地选取 例如 问题里面的数学 与物理的成绩 把哪一个标示在y轴 其实都没有关系 接下来 我们要来谈正相关的意义 如果我们已经知道 两个变数xy 当其中一个变数的值 高于平均的时候 另外一个变数的值 也倾向高于平均 而其中一个变数的值 低于平均的时候 另外一个变数的值 也倾向低于平均 那么我们就称 这两个变数xy是正相关的 此时散布图大致会从左下 往右上倾斜 例如 问题一的数学 与物理成绩 就是正相关 那么 负相关的意义 同学就不难了解了 如果当其中一个变数的值 高于平均的时候 另外一个变数的值 会倾向低于平均 而其中一个变数的值 低于平均的时候 另外一个变数的值 会倾向高于平均 那么我们就称 这两个变数xy是负相关的 此时 它的散布图 大致会从左上 往右下倾斜 例如问题二 葡萄酒的消耗量 与心脏病的死亡率 它们就是负相关的 这样正负相关的意义 各位同学可以掌握了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